夏宇点点头 看似随意却隐含命令 以后可别说这些丧气话了 夏宇这才说 那么 接下来上场的几个人 大家要加油 如果让叶星凌继续在擂台上站下去 那就太难看了 她是最后一个出场 前面还排着好几名歌手 最好这些人 能把叶星凌那个臭女人干掉 她再也不想对上那个臭女人了 虽然不甘心 但夏宇不得不承认 那个臭女人唱歌比她更具功底 就算是她对上也没有胜利把握 最好的法子 就是前面的人用车轮战消耗 能让那个臭女人败真最好 就算不能 也要把人拖得疲惫不堪 这样她下雨才有获胜的把握 她笑得甜蜜 各位不妨指定高难度的歌曲给她唱 竞赛嘛 难度大了才好玩 她这样一说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对啊 如果连唱很多高难度歌曲 嗓子负担会很重的 失败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对 就用车轮战人海战术 第三个挑战者信心 满满地上场了 她指定夏琳唱她最难的那首曲子 夏琳去依然完美演绎 她败下阵来 第四个第五个 是车轮战人海 战术没错 可是放在夏琳身上 好像没有一点效果 所有人拼尽全力后 垂头丧气 唯有她一人轻轻松松 站在擂台上 白色夜地长裙如一朵盛开的花 那么 接下来是最后一位挑战者了 如果这位挑战者再输了 陈小明祖就全军覆没 此时此刻主持人的内心是激动的 星云歌会创立以来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陈小明祖全军覆没 那么夜心灵将会是历史上 第一个从关头守到关尾的人 她会创造一个奇迹 那么 我们的小灵能不能创造这个奇迹呢 下面有请她的最后一名对手出场 夏宇 夏宇现在的心情很不好 非常不好 她没想到前面七个废物队友 都拿不下夏琳一人 那个臭女人 依然趾高气昂地站在舞台上 甚至气定神闲 晶莹光润的皮肤上 连细汗也没有出 为什么 唱歌明明是一件很好体力的事 她怎么可以这么游刃有余 装的 一定是装的 夏宇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握了握拳 摆出自己最完美的微笑上台 夏琳看着她 这是重生以来的第二次了吧 在舞台上面对这个心思 歹毒的妹妹 这次她又要玩什么花样 夜心灵 你选歌吧 夏宇柔柔弱弱地说 那模样博得不少人好感 小灵 你可别欺负小雨啊 主持人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之前就得绝过一次吧 真采香水和心之意香水发布的时候 那时候小灵赢得很漂亮 这次也会那么强势碾压吗 夏宇神色苍白 这个主持人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夏琳似笑非笑 那要看夏宇这次会不会装病了 上次夏宇装 心脏病发做的事 闹得太大 名声都要臭了 要不是凤昆回国坐龙中谍 转移公众视线 再加上楚辰拼死做了很多公关 而多多少少 还有粉丝们念及 她是夏琳疼爱的妹妹 没有弃她而去 否则的话 她就算是完了 如今 夏宇为自己辩解 可是当时心脏真的很难受 医生说 我是受刺激太大 产生的类似于 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这也是公关组 为她做的公关 他们好不容易查到 当情绪不好时 有一些人会产生 类似于心脏病发作的症状 如心脏神经关能症 或异症 这些病确实让人感到疼痛 去医院检查时 确实好好的 于是公关组 大大的松了口气 把这些莫名其妙的 病都套在夏宇身上 哦对了 这些病还有个别名 神经病 确实是轻度神经病 精神脆弱的体现 夏宇再不情愿也只能认了 情绪脆弱 受不了刺激的名声 总比心肠歹毒 栽赃嫁祸的名声要好 至少前者 可以继续让她走柔弱路线 夏琳也是知道 她被冠上这些病 此时说 受刺激太大 真是抱歉了呀 我不知道如果这次我赢了你 算不算对你受刺激太大 台下有观众笑了出来 这个夏宇太不要脸了 以为神经脆弱是万能的 她还没唱歌呢 就搬出这块挡箭牌 以为夜心灵就会有所顾忌 不敢赢她了 就是 她旁边是个夜心灵粉 直接把手绢成喇叭状 大声喊起来 小灵加油 干掉她 创造奇迹 破纪录 干掉她 创造奇迹 破纪录 许许多多观众加入了呼喊的队伍 你们怎么能这样 有下雨粉气氛的反驳 小雨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们还刺激她 身体不好不要来比赛啊 神经病就是神经病 不会回家养病 马上有人骂 下雨粉气的都快要哭了 台上的下雨也渲染玉气 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表情 我还没强势碾压呢 她就这样了 下灵蛋笑着回答主持人 现在我有点犹豫 要不要直接弃权认输 如果赢了下雨 她有心脏病发作怎么办 下雨被她嘲讽 气得不行 却无法发作 只好说 夜心灵 请你拿出权力来 这是对对手最起码的尊重 权力 我怕你受不住 下灵还是淡淡的 下雨肺都要气炸了 我不会受不住 那好 随便挑一手吧 挑你最有把握的 别和我客气 她存心想看下雨出大仇 根本不像对其他人那样指定歌曲 这样一来 下雨哪里好意思挑 心之意 如今 所有人都知道 心之意 比玻璃指尖 好唱 下雨要是敢挑 心之意 就是说明她不自信 没实力 下灵在开场时 为心之意做的那么多铺垫 此时此刻终于派上了用场 下雨简直都要内伤了 还是你指定吧 别 我不敢欺负你 下灵笑 你要是一时半会想不清楚 我先唱也可以 反正都是教你怎么唱歌 神 什么 教下雨怎么唱歌 比试还未开始 她就说出了这么嚣张的话 这是何其强大的自信 叶星灵好样的 叶星灵玩虐下雨 台下许多人兴奋的喊 下雨这次是真的要哭了 什么嘛 不就是上次输给了这个臭女人一场 大家就都开始向着她了吗 我唱 玻璃指尖 她不服气倔强地说 别后悔 下灵依然轻轻松松地笑 她知道这两首歌下雨都无法唱好 下雨先天体弱中气不足 唱不了这种需要高超实力去演绎的歌 果然 下雨一曲 玻璃指尖 只是勉强能听而已 表现平平乏善可陈 唱得很一般 台下有观众失望地说 这就是天后夏琳的妹妹吗 唱歌天赋都不及姐姐的一小半 就是啊 另一个观众 太可惜了 还是叶星灵唱歌好听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更有天后神韵 确实 不少人点头附和 舞台上 夏雨心中明明不开心地要死 却还得笑着 叶星灵 该你唱了 刚刚这个臭女人 在每个人唱完歌后 都犀利地点评一番 让所有人都下不来台 还无话可说 她这次决定堵住她的嘴 让这个臭女人直接唱歌 别点评了 夏雨可不想丢人 夏琳看出她的企图 不过 本来也没打算给她点评 之前夏琳对每个人的点评 虽然是嘲讽 但一句句都到点子上 字字珠基 如果他们肯听进去 那么会获益良多 可是对夏雨 抱歉 她上辈子 已经当了一辈子烂好人了 这辈子可不想继续帮她 不过 我还是会教你怎么唱歌的 她朝夏雨微微一笑 姿态优雅地提着裙摆 拿起了话筒 伴奏声如流水般扑开来 华美以你的旋律 迷幻飘忽 长长短短 奢华的浪漫 夏琳唱的是 夏雨为她指定的单曲 烟花缭乱 这首歌由凤昆操刀制作 也是凤昆这十多年来 未除夏琳之外的人 制作的唯一的一首歌 夏雨想着 这么有难度的歌曲 一定没人唱得好 却想不到眼前的对手 就是自己的亲姐姐 与凤昆合作过十年的完美搭档 若说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能唱好凤昆的歌 那么这个人非夏琳莫属 虽然是第一次唱这首歌 但夏琳熟知凤昆的风格 了解她启程转合的每一个脉络 烟花烟花冷如画 消散了年华 烟花烟花倒映在你眼中 望不尽天涯 她的歌声 一字字扣人心弦 台下观众如痴如醉 寂静无声 曲终 余音绕梁 夏琳优雅的提起白色裙摆 躬身谢幕 所有人这才反应过来 掌声响起 经久不息 比原唱还好听 不可思议 有观众喃喃的说 什么比原唱还好听 明明是比原唱 高出了十万八千里 另外的观众反驳 啊 太美好了 叶欣灵这样的歌手 给魏韶音带真是浪费啊 她天生就适合凤昆才对 凤昆的词曲 就好像为她量身定造 第三位观众真相了 叶欣灵和凤昆在一起 叶欣灵和凤昆在一起 凌凌散散的呼喊 渐渐会成了一股股浪潮 夏琳无语 她现在总算有点了解 当初阿卫走红毯时的感受了 那一浪又一浪的呼声 真的是让人压力很大啊 我 我已经和立雷在一起了 她举着话筒 弱弱的说 现场的尖叫声和口哨声响成一片 天 这可是她第一次正面承认 和立雷的关系 今天下午不是还有小道消息 说她否认了吗 眼前这情况 很明了啊 哎呀 小林好样的 和Boss要幸福 抛弃Boss去帝皇 凤昆才适合你 我们家凤昆是阿卫的 现场整个混乱了 已经演变成 天忆粉和帝皇粉 还有各种各样的 一人粉之间的大乱斗 每个人都打了鸡血式的兴奋 挥舞着双手 大声喊出支持的配对 夏琳虽然有很多舞台经验 但应付绯闻的经验 显然不足 有点被大家的热情吓住 拿着话筒手足无措 有些心虚地看了凤昆一眼 主持人适时地跳出来 话筒递到凤昆嘴边 凤哥 你怎么看 凤昆含笑 看下铃 低沉雌性的声音 如温柔的水流 夜心灵 欢迎来帝皇 私下里相处时 他叫他上辈子的 昵称小铃 可在正式场合 他却叫他夜心灵 这是偶然 还是察觉出了什么 才对他的保护 可惜他没有注意到 但凤昆这个提议 简直让人惊悚 台下又掀起新的尖叫热潮 那个名叫 琪琪的魏勺英粉 传入凤昆里 凤昆依然含笑 看了一眼台下 又看了一眼脸色 黑如锅底的魏勺英 最后看下铃 欢迎把阿卫也带来 尖叫声简直要掀翻屋顶 夏琳无语了 阿坤 这才多久不见 你就学会了卖腐 你让阿卫怎么办 你看阿卫都炸毛了 炸毛了 毛了 果然 魏勺英咬牙切齿 铿锵有力地吐出三个字 我不去 凤昆脸上露出 恰如其分的失望来 温柔沉稳 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 夏琳简直想要叹息 阿卫 你看看人家的气度风华 再看看你自己 唉 也难怪总是有一大帮妇女 给你们配CP 你就是那送上门的傲娇小兽啊 夏琳不忍直视 凤昆转回话题 叶星灵 很不错的演绎 假如有机会 我希望能给你做歌 谢谢 夏琳的微笑 就像一张面具 在凤昆面前 她竭尽所能隐藏自己 主持人却激动了 凤哥 你希望给叶星灵做歌 据我所知 你曾经说过夏琳死后再无音乐 是什么原因 让你认可了叶星灵 夏琳死后再无音乐 这是她对她至高的赞议 夏琳眼眶微微发热 怕被看出端倪 别过头去 缘分吧 凤昆含糊说 她向来是个聪明人 知道什么话 能讲什么话不能讲 她绝口不提她向夏琳 怕被裴子恒和楚琛看出端倪 也绝口不提 她会达到比夏琳更高的高度 怕把她捧杀 一句缘分概括尽千言万语 凤哥你这么说 让利雷怎么想 主持人开玩笑 现场又尖叫 主持人把话筒凑向夏琳 夏琳眨眨眼睛 避重就轻 或许我们可以先讨论下夏宇的问题 大家这才想起 夏宇还在台上呢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 脸上的微笑几乎要维持不住 她楚楚可怜地说 叶星灵 你唱得不错 她想蒙混过关 夏琳唱得比她这个原唱都好听太多 可是夏琳并不那么容易放过她 笑盈盈的 是啊 说好了要教你怎么唱歌的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十足的腥风血雨 你不会唱歌吗 那我示范给你听 你别欺人太甚 夏宇渲染玉气 怎么说话的 魏韶音又不高兴了 夏宇 你的乐感本来就不好 还不让人说了 哭有什么用 唱功又不是哭出来的 你自己回去听听 你今天唱的现场 这种水平就敢站在舞台上 到底是要多大的勇气 也难怪凤昆给你姐姐做了一辈子的歌 只肯给你做一首 要是我一首也不会做 全场哗然 他这话分明就是在说凤昆看不上下雨 挑拨帝皇内部不和 现场导演兴奋的对摄像师 快 切凤昆 切凤昆 镜头瞬间对准凤昆 舞台两侧的直播屏上 那张沉静的脸被不断放大 直到每一个细微的神色都清晰可见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凤昆微微笑了笑 阿伟 他从容的说 我都不知道你对夏琳的评价那么高 夏琳这才想起 他上辈子就被阿伟骂过 狗血淋头的那种 媒体采访他时 问他对当红歌手的看法 说起他 他说他唱歌简单粗暴 不带脑子 哗众取宠 不知所云 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红那么久 那篇报道在当时极为轰动 也把夏琳气得半死 关起门来苦练了足足小半年 用一首新歌 狠狠打败了他给另一个歌手做的新歌 才算结果 凤昆今天要不提夏琳都快忘了 当年还有这段仇呢 一边磨牙 一边在心里琢磨 本会阿伟下场要怎么报复他 琢磨来琢磨去又泄气 知道他说的没错 那时的他唱歌是不怎么带脑子 凭本能而已 其实这么多年 阿伟批评人的时候 虽然刻薄 但哪句话是无中生有的 他最气人的地方 不就在于句句属实 让人想辩驳 都无从辩驳起吗 而且就算他现在重生了 活第二辈子了 也只有被他骂的份 他平日里在录音棚 骂他还算少 他几时赶还口了 当年的破事 真的算骂得轻的 想想就心酸 夏琳老老实实 收起报复他的心思 默默地站在原地 暗自给凤坤加油 快 阿坤 打倒那个妖孽 就指望你了 转念一想 还是不对 他现在是天意的人 就算在凤坤的队伍 怎么能胳膊肘朝外馆 心中纠结 痛苦无比 凤坤依然微笑着看阿卫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在你的眼里 有没有哪个歌手 是比夏琳更出色的 阿卫一时噎住 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夏琳简直想为凤坤喝彩 不愧是老江湖 轻轻两句话 阿卫这人不但有身体洁癖 更有精神洁癖 要他昧着良心 随便报个名字 说比夏琳更出色 他做不到 像他这样挑剔的人 连上被子的他都看不上了 怎么可能看得上别人 偏偏主持人唯恐天下不乱 也学着凤坤的样子 笑里藏刀 也就是说 在阿卫的眼中 帝皇的夏琳 已经是最优秀的歌手了 帝皇的三个字 他咬得特别重 直播屏切换到胃勺音 放大 他的脸上冰得几乎滴出水来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 好办上 阿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哦 主持人两眼放光 穷追不舍 那阿卫觉得谁最有可能超越夏琳 是不是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难道 他往台下壮丝无意的一扫 这么多年来 您专心去带的新人 只有叶心灵一个 您是觉得叶心灵 将来会超越夏琳吗 几乎就在一瞬间 所有的镜头都朝他切来 此时此刻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一句话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 喂 最开始不是在说天后夏琳的吗 就算转移话题 也不要转移到这辈子的他身上 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心人而已 架不住这么凶残的掐架 这种问题叫人怎么回答 夏琳默默地想 阿卫 你千万别再乱说话了 千万别说他能超越 那会显得多傲慢自大啊 以他现在的新人身份绝对是捧杀 也千万别说他不能超越 不然问题就更大了 简直是 简直是惹人笑柄 夏琳越想越抓狂 脸上虽然神色如常 心中已经忐忑无比 凤昆有意无意地看了他一眼 不等阿卫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已经插话 夜心灵 还是那句话 欢迎你来帝皇 微笑的温和到极致的语气 被他这么一打岔 主持人的思路也被带歪转了话题 哇 凤哥是今晚的第二次 对夜心灵发出邀请了吧 这是公然挖角吗 看来我们的夜心灵 不仅在粉丝中的人气高 在制作人中的人气也很高呢 那么小灵 你要不要说两句 此时此刻 被和卫韶英起名的 金牌制作人凤昆先生二度挖角 你是什么心情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会不会去帝皇 连猪炮事的问题递过来 夏琳在心中 暗自感谢凤昆给他解围 瞧瞧人家这旧场技巧 再看看阿卫 算了不看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他接过主持人的话筒 脸上露出恰如其分的微笑 带着一点点受宠落惊 很意外 凤先生会这样看中我 一直以来 您都是我很敬重的制作人 很多出自您首的歌曲 海妖 最后的黎明 枯骨之花 我都非常喜欢 能受到您的邀约 我很高兴 一边说 他一边瞥了一眼台上的魏韶英 发现他的脸色离抓狂不远 赶紧打住场面话 雨风一转 不过很遗憾 我现在已经是天意的人了 大家都对我很好 阿卫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制作人 我们一直合作得很愉快 我想短期内 不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都不会去别的地方的 您的好意 我只能心灵了 谢谢 这个回答 显然是在凤昆的意料之中 他本就是旧场 并非真的要挖他回去 顺着他的说辞 他风度翩翩的点头表示理解 依然微笑 真是太遗憾了 不过叶星灵 他看了一眼魏韶英 又转头对他 我这里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魏韶英受不了了 凤昆 你不要劳打小林的主意 我也说过 你可以一起来帝皇的 阿卫 对你也是二度邀约 诚意十足 凤昆笑得特别温和 阿卫又噎住 全场一片鸡飞狗跳 夏琳忍不住 用手揉了揉额头 阿卫 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不愿意出席这类活动了 这要是对上凤昆这样的 你 你简直 就是被公然调戏的命 好办上 魏韶英憋出一句话 有夏宇在 我不来 全场哗然 魏阿卫 你这鄙视人 也鄙视得太明显了吧 夏宇招你惹你了 不就是惹了你家小林吗 你至于这么牙子必爆吗 都上升到这种高度了 夏宇妆容精致的脸色 一片苍白 眼中擒着泪水 摇摇欲坠 夏琳简直看不下去 还装呢 她不耐烦地举起话筒说 行了夏宇 散了吧 我都教了你怎么唱歌了 你还站在台上看什么 等发唐吗 等发唐 所有人都晕了 小林你真有才 这是变着花样刺激夏宇啊 夏宇倔强地仰起头来 我不服 不服 夏琳冷笑起来 两次 夏宇 加上这次 你一共在舞台上 输给我两次了 不服 行啊 用歌声打败我 我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闹翻了 她对夏宇也不客气 夏宇输人不输阵 会有那么一天的 反正她赢不了了 不如说几句漂亮话 让人知道 她一直在坚持不懈努力 还能趁得夜心灵盛起灵人 夏琳却不在乎 她向来就是走傲慢路线 闻言露耻一笑 我等着 夏宇转身退了场 舞台上响起主持人兴奋又激动的声音 第一人 星云歌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夜心灵她做到了 从头到尾 独自守擂台成功 成为当之无愧的擂台女王 擂台女王 擂台女王夜心灵 潮水般的欢呼 她在这片欢呼中微笑着 一次又一次优雅的鞠躬致谢 胜利的荣耀 永远属于最强者 而她 就是那个当之无愧的最强女神 就连舞台上的制作人们 也纷纷替她鼓起掌来 谢谢大家 夏琳微笑着 我会继续努力 五彩浪漫的肥皂泡和材质洒下来 笼罩她一身缤纷 她在这一片胜利的繁华簇拥中下场 转身去了后台 小琳姐姐 有你的花 留守在化妆间的柱里 微微迎上来 递给她一束燕红如血的玫瑰 那玫瑰开得极好 带着露水 花瓣层层书卷 暗箱迷离熏人欲醉 望着她 夏琳的心里生起某种预感 曾经有一个男人 在她没场演唱会结束后 总会派人送来一束红玫瑰 那是 从花束间翻出一张卡片 黑底暗纹压花 果然 上面用熟悉的笔记 勾勒出一只 斩翅欲飞的金色蝴蝶 她的手微微一颤 卡片掉在了地上 裴子恒 这只蝴蝶 是她们的秘密约定 以前她说署名 会被人发现曝光 便想出这样的暗号 告诉她什么东西 是她赠送 可是 她们说好的 这只蝴蝶 只属于她们两人 可如今裴子恒 把她赠给夜心灵 第三人 她呆呆地看着地上的卡片 难受得不能呼吸 耳边 微微的声音 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一二三四 八朵呢 哎呀 八朵红玫瑰的花语是什么 让我查查 咦 歉意 补偿 微微疑惑地闭了口 她依然望着地上 那张小小的卡片 直到一只手捡起了她 那是凤昆的手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卡片 她确信她认得那是什么 可她神色如常 只递过来 给 夏琳没有去见 她把那卡片放到桌上 凤昆 你在做什么 阿卫的声音 浩浩荡荡的人马涌进来 感情演播室 已经彻底散场 其中阿卫一马当先 插到她和凤昆之间 将她护在身后 然后怒视她 我警告你 不要打小琳的主意 她歌唱的再好也是天意的 是我赵的人 不会去帝皇 凤昆失笑 并不理会魏韶音 而是对夏琳 说好的散场后 一起去喝一杯 她这才想起与她的约定 想了想 有些是迟早也是要解释的 越躲反而越惹人起疑 夏琳给力雷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不用来见 然后告别抓狂的魏韶音 上了凤昆的车 夜色酒吧 这里是凤昆的产业 夏琳记得当初开夜时 还是她剪彩 里面是旋转大厅 可以俯瞰全城 以前心情不好时 她就喜欢去那里 点一杯鸡尾酒 坐在落地玻璃前 音乐轻柔 酒吧安静旋转 满城夜色如醉 不知不觉 心情就会好起来 多少年没去过了 自从被裴子恒囚禁以来 快要三年了吧 夏琳有些恍惚 凤昆已经替她推开了门 进来吧 今夜我包场 酒吧里一个人也没有 轻柔的音乐声流淌 调酒师悠闲地擦拭着酒杯 夏琳环顾四周 全城闪耀的灯火 她的眼眸中露出些许的怀念来 一个熟悉而低沉的男鹰 插了进来 这里视野很好 曾经有人说 看出去就像置身于 星海之中一样 我想你也一定会喜欢 对了 还有最近新调的 覆盆子果酒 很美味 置身于星海之中 那是当年她说的 真怀念那种感觉 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 还有覆盆子果酒 她最爱的味道 她要了背负盆子果酒 信部走向自己熟悉的卡座 冰雪王座 她是这里最独具匠心的设计 位于这座旋转酒吧外源延伸部 一小块半封闭的空间 与酒吧主体 只通过一条狭长的空中 站到相连 最特别的是 她的墙面和地板 都是全透明的钢化玻璃 一脚踏上去 如踏在虚空之中 脚下是遥远的城市 头顶是浩瀚的星空 惊心动魄的美丽 夏琳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卡座 再没有比这更身临其境的星海 而且安静 很少有人会鼓足勇气 穿过那条狭长 而且渐行渐透明的高空站道 来打扰她 她走到熟悉的位置坐下 慢慢喝一口高脚杯中的酒 身心放松下来 思绪开始漂浮 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 开心的不开心的 庄庄渐渐就好像旋转的星辰般 将她包围 凤昆也端着一杯酒 走到她对面坐下 八十层楼的高空 透明玻璃地板 你敢坐在这里 胆子很大 她低头看了一眼 脚底灯火璀璨的城市 离得很远 仿佛另一个浩瀚神秘的世界 而她随着酒吧的旋转 在其上缓缓飞翔 轻轻晃了晃手中的酒杯说 这里清静 面对凤昆时 她不觉变得平和 收敛了带刺的锋芒 因为她已知道 她才是上辈子 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从未伤害过她 甚至一直在尽力维护她 只可惜她明白得太晚 凤昆笑一笑 将手边的酒推过来 请你喝 那是一杯色泽艳丽的鸡尾酒 深红的液体 中游离着点点幽蓝 红得像火蓝的相冰 她浅尝一口 有覆盆子的甜香 还有不知名的迷幻味道 头有些舒服的眩晕 她问 这是什么 凤昆望着她微笑 新出的果酒 口感不错 我猜你会喜欢 她闭上眼睛 又浅尝一口 满天的星光 变得更梦幻迷离 仿佛整个世界 都蒙上了一层 蒙蒙的色彩 轻柔的音乐声 在耳边响起 是上辈子 她熟悉的旋律 还记得这些歌吗 凤昆温声慢语 我们曾经在一起做的歌 嗯 她口齿不清 酒的度数 好像有点高 让她的思维运转时缓 凤昆眼皮微微一跳 那声轻轻的嗯 如同惊雷在她耳边炸开 她的手不觉握紧 因为太过紧张 微微有些颤抖 强自镇定 继续用温雅至极的声音 试探着换她 小灵 她没回应 熟悉又以你的旋律 将她包围 就好像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那么舒适 凤昆给她加了些酒 夺喝点 根据你的口味酿的酒 你还记得有一年 我们去法国波尔多吗 你摘了一种很甜的葡萄 要自己动手酿酒 结果差点弄毁了人家的一座庄园 回想起往事 夏琳的唇角轻轻翘起 记得 那次你拉着我偷偷溜走 惊雷再次炸开 就算是自制力强大如凤昆 这次连声音都发抖 小灵 小灵 阿昆 她脑子模模糊糊 在酒精的作用下恍惚傻笑 熟悉的称谓 让她的眼角微微潮湿 眼前这个人真的是她吗 不管是天意也好 违反常理也好 可是真的就像是她回来了 凤昆强自按捺住激动 继续小心求证 这些年我很挂念你 只有你 挂念我 夏琳晕晕乎乎的笑 晃荡着杯中妖艳的液体 他们 都是 骗人的 他们是谁 她深吸一口气 和缓地闻 夏宇 楚琛 还有 还有 她说不下去 她又替她加一杯酒 看着她喝下 声音更温和 还有谁 裴子恒 她恍恍惚惚地望着星空南南 裴子恒 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高大俊美的男人 挺直的鼻梁与精敏的薄唇 看人的时候神奇一般 眼眶热辣辣的 鼻子发酸 裴子恒你这个混蛋 骗子 骗子 她骗你什么了 凤昆的声音 她说过要永远对我好的 可她要娶王静晚 她说过那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只属于我们的秘密约定的 可是她把她给了别人 骗子 骗子 夏琳突然情绪激动 一下子把高脚酒杯砸到玻璃墙面上 碎扎四箭 刺耳的脆响 凤昆拉住她的手 让她离碎片远了点问 什么蝴蝶 卡片上的那只 她正开它 又喝酒 她把蝴蝶给了谁 我 你不是说她给了别人吗 她是给了别人 她给了叶星灵 她烦躁地说 脑子转得很慢 不是给我 你不就是叶星灵吗 凤昆平住呼吸 真相就在眼前 我不是 那你是谁 慈性迷离的耳语 充满诱惑 我是 我是 她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努力甩了甩头 看着她傻笑 我不告诉你 伸手去拿酒 被她拦住 小灵 你不能喝了 我没醉 她想要推开它 不死心地去触碰不远处的酒 她叹口气 我不该让你喝那么多 我要喝 不行 那 她看着她继续傻笑 那我告诉你 我是谁好不好 这么大的秘密 就值一杯酒 她哭笑不得 小灵 你不能再喝了 不 我要喝 下灵无视她的拘束 继续试图正开 粪坤你放开我 放开我 给我酒 给我酒 我就告诉你 我是谁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她温和的声音 继续压制她 不让她去拿酒 她一时忘了挣扎 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那你说说 我 我是谁 她一时没有回答 片刻后 伸手俯上她的脸颊 小灵啊 小灵 认识你十多年 可我至今都不敢相信 你竟然会那么轻易地死掉 轻易 她呵呵地笑 不轻易 一点也不轻易 阿坤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想好好地活着 可他们要害我 把我害死 凤坤将她抱进怀里 可是不死又能怎么样 在她的牢笼里 做一辈子的地下情人 傀儡 阿坤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害怕 我怕哪天一觉醒来 就真的变成一具傀儡了 她哽咽着流下泪来 凤坤就那样抱着她 许久 嗓音有些哑 那么高的舞台 摔下去的时候 害怕吗 怕呀 她说 在她温暖的怀抱中 意识渐渐涣 很害怕 可是 跳下去就解脱了 就可以告别子恒了 让我还记得 她对我得一点点好 没有在最后的时间里 消磨殆尽 她的声音渐渐滴下去 终于沉入黑暗的梦乡 梦很长 一会儿是冤尾花盛开的孤儿院 一会儿是十万人 大型演唱会 还有狂吠的敖犬 黑暗中拿着鞭子的男人 拥抱 爱恋 绝别 第二天醒来时 头痛欲裂 夏琳扶着要炸开的头 坐起身子 下床 推开门打量四周 这些布局摆设 总让她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她在客厅里绕了一圈 又看了看厨房 然后上楼 终于想起来了 这里是凤坤的住处 她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凤坤人呢 夏琳四处找了找 发现工作室的门虚掩着 推开一看 果然 她在里面 晨光中 凤坤一身浅色居家装扮 坐在一张柔软的沙发椅上 面对着满屋的音乐器材 不知在想些什么 听见响动她转头看她 小玲 她温和地说 我们本想说她们不熟 可话到嘴边瞥见她似笑非笑的眼神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便硬生生地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别装了 她微笑看她 我知道是你 夏琳 她一字字清晰念出她的本名 夏琳金注 你怎么知 不 我怎么可能是夏琳 凤坤依然微笑 取过桌上的一支录音笔 按下开关 沙沙的环境音 和月色酒吧里轻柔的音乐 流淌出来 夹杂着几声玻璃杯的碰撞声 只听一个温和的男生问 那么高的舞台 摔下去的时候害怕吗 怕呀 很害怕 可是 就可以告别子恒了 凤坤轻轻关掉录音笔 还要再听吗 夏琳见了鬼师地看着她 我昨晚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还有你怎么会录音 天哪 她不记得自己有酒后土真言的习惯 昨晚怎么醉成那样 凤坤她 发现了 她紧紧盯着她的脸 想从中看出一点端倪 凤坤叹息 昨天喝了一点酒 你就什么都说了 她把录音笔抛给她 不信自己去听 听完记得洗掉 这么大的秘密 千万别被人发现了 对了还有 以后别乱接别人递上来的酒 多大的人了 这点常识都没有 夏琳下意识地接住 反应了半场 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别乱接酒 你是故意把我关罪以后套话的 她看她一眼 是 为什么 我早就怀疑你了 第一次见 你就觉得你太像夏琳 从气质到唱歌的方式 还有写字的笔记 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但这件事太惊世害俗 我必须听你亲口承认 只好找机会请你喝酒 套你口风 她简直眩晕 等等 难不成 昨天你约我去酒吧的时候 就设计好了 是 那酒里 我让调酒师调高了烈度 还下了点药 她波澜不惊地说 夏琳不可思议地瞪着她 这人的心思之身 简直令人发指 凤坤 你 你你 她一连说了好几个你字 脑子里一片混乱 她起身给她泡了杯茶 谢宿醉 她接过 谢分般喝下一大口 感觉好多了 她说 小琳 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的 包括裴子恒 你放心 她的心情平复了些 点点头 忽然想到什么又紧张起来 裴 她 看出来了吗 凤坤说 裴子恒并没有认出她 她的话让她松一口气 又怅然若失 还记得那一年在三生世前 纷飞的细语中 裴子恒自身后拥住她 耳并撕膜 许下生生世世的誓言 她说 小琳 来生不管你在哪里 变成什么模样 我都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 把你带回我身边 可如今她食言了 夏琳低头 慢慢地喝茶杯中的水 让阴晕的雾气 遮住她的眼睛 凤坤说 小琳 你还爱着她吗 即使 在她逼得你到如此地步之后 夏琳坐到凤坤对面的沙发上 屈膝腿 把自己拳起来 我不知道 她说 阿坤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所以也许我永远也无法确定 我到底是爱她 还是 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也许裴子恒成功了 让她在经受了那样惨痛的折磨后 依然惦念着她 但她又是失败的 她永远不会回去了 她不甘心自己的人生 被这种可怕的精神疾病所控制 她不愿成为她的奴隶 到底是尚未消磨殆尽的爱情 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情 她不想去区分了 再多的往事 也只堪追忆 再也回不去 我现在和力雷在一起 挺好 她说 凤坤静了一瞬才说 真是不可思议 你居然会有喜欢上别人的一天 当初你和裴子恒那么好 简直是天底下最分不开的一对 夏琳有些苦涩 谁说不是呢 没有人能明白裴子恒对她的意义 对她而言 她不仅仅只是一个恋人 更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神器 至高的信仰 是她 从梦魇般的深渊中拯救了她 生命中最初的记忆 是在孤儿院 那时夏琳还很小 在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中奔跑 夜很深 四周又黑又安静 纵横交错的树影 就像无数张牙无爪的怪兽 宁笑着要将她吞噬 她跌跌撞撞哭喊着 想要找到大人 告诉他们她的妹妹 夏宇脸色轻得好吓人 跑了好久好久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 迷失在那条走廊的深处 怎么也跑不出来 她至今都还记得那种 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无助 是他们构成了她12岁以前的童年 那时的夏琳每天都在担心夏宇的病情 医生说夏宇患的 是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如果不进行系统的手术治疗 是活不长的 可高昂的手术费用 他们姐妹根本就负担不起 夏琳向孤儿院哀求 然而院里经费紧缺 根本就筹不出这笔钱 院长用一种和蔼而坚决的语气 对她说 小玲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你妹妹的病情很难治 要花掉的钱不是你能想象的 而且就算花了很多钱 也不一定就能治好 小玲 院里养你们不容易 除了你们还要养很多别的小朋友 你要替别的小朋友想想 如果把所有的钱 都拿去给你妹妹看病了 那别的小朋友要怎么办 我才不管别的小朋友 我就要治好夏宇 夏琳又哭又闹 院长说她太不懂事 把她关进禁闭室 整整三天见不到夏宇 出去的时候 她来不及洗澡换衣服 就往夏宇的地方跑 推开门 看见四五个大孩子 围着夏宇又笑又跳 唱着字边的歌谣 丑八怪短命鬼 丑八怪短命鬼 而夏宇 她那孱弱的妹妹 正拼命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 全在墙角 闭着眼睛捂着耳朵 浑身发抖 肩膀一抽一抽的在哭泣 夏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 冲上去与那群大孩子撕打起来 那次的战况很惨烈 当老师闻讯赶来将他们拉开时 所有人都一身一脸的鲜血 她在老师的怀里 愤怒地挣扎着 咆哮着尖叫着 继续奋力去踢前方一个大孩子的身体 那个大孩子被她的疯狂吓住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眼里充满惊骇 后来好几个大人才把她制住 夏宇拖着病弱的躯体 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一边抽抽耶耶地哭 一边拿出一块被人踩脏的手帕 小心翼翼地 帮夏宇擦拭脸上的血污和泪水 他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院长和老师们也抹眼泪 这次他们没有罚夏宇 孤儿院里拨出一部分的钱 来为夏宇做治疗 让夏宇病情的恶化程度有所延缓 但也只是疗胜于无霸了 医生说这孩子活不过十岁 事实上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 夏宇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天天衰弱下去 走向死亡 无数个夜里 她从噩梦中惊醒 害怕夏宇就这样 翘无声息地离她而去 夏宇总是光着脚从床上下来 穿过继无人声的走廊 与阴森恐怖的天井 偷偷摸到孤儿院 另一端的病残儿童监护区 夏宇的床边 接着狭小窗户外 映进来的昏昧不明的月光 看着夏宇熟睡的脸 听着她浅浅的呼吸 才会安下心来 夏宇一整夜一整夜地守在那里 快天亮的时候 再冒着露水和双寒回自己房间去 那些年龄 夏宇总在想 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神器存在 为什么听不见她的声音 为什么不来拯救她和夏宇 她所求的是那么微小 只希望夏宇渐渐康康 就像其他孩子一样 平平安安长大 为了这个愿望 她可以付出一切 她的心 她的身体 她的性命 和灵魂 别的孩子都笑下灵 说这世界上哪有神奇 那是童话书中 编出来哄人的瞎话 孤儿院的孩子大多早熟 没人会相信那些 不着编辑的故事 他们总说 想要实现愿望的唯一办法 就是被人领养 找到一对好的养父母 比什么都重要 别以为孤儿院 是个很单纯的地方 为了这个目的 孩子们勾心斗角 就连夏宇也知道 比起神奇来 养父母才是实实在在的依靠 只要有好心人 愿意收养她和夏宇 为夏宇治病 那她就是她生命中 至高无上的神奇 为了能被好人家领养 夏宇用尽一切努力 让自己成为最好 她学着唱歌 一次次对恋哑了嗓子 学着跳舞 韧带拉伤好几次 学古诗词外语和礼仪 在每个领养日到来的时候 她都费尽心思 把自己装扮成 最可人的模样 夏宇知道自己长得漂亮 才一出众 只要一出现 就是所有大人的焦点 把所有的孩子都比下去 她还知道 为此她招来了许多疾恨 孩子们联合起来 排挤她打压她 他们藏起她的鞋子 抢走她的糖果 撕坏她的新衣服 可夏宇根本不在乎 只要能被人挑走领养 治好夏宇的病 吃再多的苦也值得 可没人愿意领养她 所有的领养者 最开始都对她充满兴趣 可一看见夏宇 就只剩摇头叹息 夏林安慰消沉的夏宇 鼓励夏宇不要放弃 可就连夏林自己都快要绝望 那时候她常想 自己真是个没用的姐姐 如果夏宇死了 不 夏宇不会死的 她拼命遏制住脑海中 越来越疯涨的念头 长久地跪坐在黑暗中 学着电视剧里大人的样子 一遍又一遍地 向心中的神奇祈求怜悯 后来裴子恒来了 她来的那天不是领养日 也没有盛大的排场 路过走廊时 她听见两个女老师 在窃窃私语 说帝皇娱乐的掌门人造访 要捐赠给孤儿院 一大笔善款 他们惊诧于她的年轻和英俊 津津乐 倒于她庞大的财富 与沉稳的气度 用一种感叹而羡慕的口气猜测着 不知道将来是哪个女孩子有福气 嫁给这样的如意郎俊 关于这些夏林并不关心 这些年来她见过太多的财阀 他们打着慈善的名义 捐赠大笔大笔的钱财 然而孤儿院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摊到下雨的治疗基金上 永远只是杯水车薪 她沉默地穿过走廊 来到院子里 阳光刺眼 望着不远处自由奔跑 和玩耍的孩子们 她有些出神地想 为什么生病的偏偏是她的妹妹 一颗皮球砸到她的额头 有身强力壮的大孩子跑过来 推她一把 滚远点 爱是鬼 夏林狠狠把皮球砸向她 顿时有三四个孩子冲上前 与她撕打成一团 那一年她已经十二岁了 不再是那个只知道 胡乱踢咬的小夏林 常年的打架经验 不仅让她没被他们打倒 甚至抽棱子反击 让他们狼狈不堪 老师很快赶来 孩子们一哄而散 夏林也想跑 然而仿佛感觉到了命运似的 不经意抬头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年轻而英俊的男子 穿铁灰色西装 站在二楼院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正静静地俯瞰她 春末夏初 阳光映在她不动声色的脸上 宛若神奇 踩到什么 脚底传来尖锐的痛 夏林 你又和人打架 气急败坏的声音 她扭头看见教务主任 正黑着一张脸 一路小跑来 站住 这次别想跑 夏林提起裙摆把腿就跑 穿过漫长的回廊和花音 她也不知道跑了多远 好不容易把教务主任甩掉 长须一口气坐下来 脚底一阵阵钻心的痛 她脱下鞋袜一看 这才发现是踩着了一枚钉子 伤口又深又长 鼓鼓地往外冒着鲜血 她倒抽一口冷气 咬着牙忍着痛 费了好大的劲 才勉强止住血 坐在低矮的台阶上 喘息了好长时间 她才觉得稍微有了些力气 穿上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夏林 熟悉得气急败坏的声音 她心中一颤转头 果然是教务主任再度跑来 夏林你给我站住 她条件反射又要开跑 她急急地喊 站住 我不罚你 她将信将疑地在原地站住 主要是以她现在的伤势 根本就跑不动 她小跑着来到她身边气喘吁吁 你快回 回去准备 一下 帝皇的裴 裴先生要看 看你跳 跳舞 帝皇的裴先生要看她跳舞 夏林发症 就是今天来捐款的那个 她怎么会知道我 还知道我会跳舞 教务主任好容易喘云了气 你这孩子真是走到哪里都惹事 刚刚你打架的时候 被裴先生从楼上看见了 她问了院长两句 院长怕她觉得 咱们孤儿院的都是野孩子 就夸你会唱歌 我也跳得好 没想到裴先生就说要看看 这不 院长叫我来找你 脑海中浮现落地窗前挺拔的身影 不动声色的脸 神奇一般夏林微微晃了下神 就听教务主任催促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夏林我告诉你 你这次是因祸得福了 裴先生那么有钱 你要把他哄高兴了 兴许你妹妹的病 就有指望了 他的心脏急促地跳动起来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教务主任瞪他 帝皇裴氏你总知道吧 新闻上天天演 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的豪门 这次来的裴子恒先生 是新任的组长当家人 不是以前那些来捐款的小集团代表可以比的 夏宇的治疗费 对别人来说是天价 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心脏跳动更快 夏林暗自握拳 指甲掐进肉里 为了夏宇他什么都可以做 何况只是跳个舞 他二话不说 就要往放五一的教室跑 刚跑出一步 就觉得脚下一阵钻心的痛 一个亮枪插点摔在地上 唉 教务主任一把扶住他 当心扁 要是摔伤了怎么跳舞 他好不容易站稳 脚下的疼痛一阵强过一阵 简直要冒冷汗 教务主任看他脸色 你没事吧 要是不舒服就说话 身体重要 那五也不是飞跳不可 没事 他勉强挤出一个笑 刚刚是听到消息太高兴了 走路不小心而已 教务主任放心地点点头 看着他离去 一路上 夏林强忍住钻心的疼痛 走得很快很稳 到了舞蹈室 他避开老师们自己换了五一和五鞋 把原本粘鞋的鞋子 藏进柜子里 他们给他上妆 又叮嘱了很多注意事项 比如要表现得乖巧 不要惹裴先生不高兴等等 他都如常硬了 没人发现异样 这场舞他非跳不可 教务主任说他有钱 为了让他就下雨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他也必须拼尽全力去尝试 他不仅要跳 还要跳得比平时更好 舞蹈安排在舞宴上 老师们还在音音叮嘱 夏林 这场宴会都是为了你 裴先生本来没打算留下吃饭的 为了看你跳舞才留到现在 你可要好好表现 不要给孤儿院丢脸 他深吸一口气上台 跳舞是他的强项 身体舒展 高难度动作一个接着一个 行云流水一般 起初还觉得受伤的脚底 一阵阵的痛 可后来就感觉不到这痛了 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中 他拼尽此生所学完美发挥 落幕时 他看见台下的那个年轻男人 缓缓抬起手掌轻拍两下 他是满意吗 还是出于礼貌 夏林心中忐忑 直觉他就是那个裴先生 忍不住多看几眼 却无法从那张喜怒不形余色的脸上 看出半点端倪 报幕员低声催他下场 夏林满怀心事 梦游一般往回走 坐在更衣室里不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 更衣室的门被人打开 还是教务主任 夏林你怎么还在这里 衣服都没换 快点 要来不及了 裴先生要见你 裴先生要见他 他吃惊地看着教务主任 心脏狂跳起来 什么事 教务主任的脸上 站出止不住的笑意 他说 要领养你 领养我 那小雨呢 他急切地问 想要领养他的人太多了 可以听说 他必须带着夏雨 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放弃 教务主任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你们姐妹的是院长 都对裴先生说了 裴先生愿意把你们一起领走 还答应给夏雨好好治病 他的声音在发颤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他笑着推了推下灵 我就说 你这次是因祸得福吧 你们姐妹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裴家可是超级豪门 亏待不了你们 以后过上好日子了 不要忘了孤儿院 有空就回来看看 他使劲点头 觉得一切都是做梦一般不真实 教务主任又催促他快换衣服 临时接了个电话说 算了不用换了 院长催我们快点过去 让裴先生等太久就不好了 跟我来 他转身朝外走去 夏琳跟上 忽然觉得脚底一阵剧烈的疼痛 这才想起还带着伤 刚刚跳舞的时候不觉得 现在放松下来简直要命 怎么了 教务主任走了几步 见他没跟上来问 他咬牙说没事 暗自觉得脚上黏糊糊的 大约伤口又在流血 不过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双脚 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来 索性把心一横 一步步的强撑着跟上去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好不容易到了贵宾休息室 院长正与那个年轻男人说话 看见他 热情地拉过去介绍 裴先生 这就是夏琳了 这孩子命苦 不过很听话懂事 绝对不会点击添麻烦 又低头教育他 小琳 以后跟着裴先生要乖乖的 叫你做啥就做啥 直到不 夏琳使劲点头 忐忑地望着那个年轻男人 生怕他不要他 那个年轻男人对院长说话 我想和这孩子单独谈谈 院长带着教务主任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夏琳小心翼翼地打量他 自己的灵养者 他坐在一张深色的单人沙发椅里 靠窗 双手随意交叠 姿态闲适 有细碎的阳光 撒在他的脸上 身上明灭不定 趁得他高深莫测又迷人 不得不承认 这是他十二年的生命中 见过的最好看的人 你叫小林是吗 他开口 声音很温和 夏琳点点头 紧张得说不出话 他微笑起来 不用怕 小林 我说过要灵养你 绝对不会反悔 那夏宇呢 他冲口而出 夏宇也是一样 年轻的男人说 我已经让人去办你们的灵养手续了 你会给夏宇治病的对不对 他急切地问 当然 他温柔地看着他 以后你的愿望我都会实现 夏琳大松一口气 只觉得长久以来的一块大石落了地 鼻子一下子酸起来 眼睛热啦啦地几乎哭出来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他笑一下 目光更温和了 不用对我说谢谢 你很特别 值得这一切 值得这一切 他愣愣地看着他 他并没有多做解释 只说 小林 过来让我看看 夏琳听话地走到他面前 他却微微拧了眉 你的脚怎么了 啊 他心中一惊 想起脚上的伤 他看出来了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没 没事 裴先生 我的脚挺好的 真的 心提了起来 不想被他发现 那道又深又长的伤口 该怎么办 他的声音沉了沉 过来 他站在原地不敢动 他站起身 一步步向他走来 夏琳这才发现 他是那么高大挺拔 他必须仰着头 才能看见他的脸 他如王者君临天下 步履间充满了 难以言喻的魅力 与压迫感 他想要后退 却像被什么 演住了似的动弹不得 他走到离他极近的地方 蹲下来平视他 你的脚受伤了 他说 夏琳觉得有什么东西 堵在喉咙里 说不出话 你不想让我知道 轻柔的语气 我的孩子不该这么胆小 伸手俯上他的脸 干燥的指腹 温和的触感 从今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你 来 小琳 让我看看你的脚 他说着将他抱起来 放到他刚才 坐的那张沙发上 随后这高大挺拔的 男人半蹲下来 伸手去推他 左脚的五鞋 没有半分犹豫 他是真的发现 他受伤了 别是哪只脚 都那么精准 生平第一次 有人这么关注他 鞋子没退下来 夏琳因他的动作 闷哼一声 他马上就停了手 痛 他点点头 他好看得没有微微宁起 取出电话吩咐了些什么 不多时 就有一个同样年轻的 陌生男人走进来 手上是全套的医疗用品 他听裴子恒 叫他楚琛 老板 我来吧 楚琛看了一眼夏琳的脚说 剪刀 裴子恒头也没抬 楚琛不再出声 将剪刀递给他 裴子恒小心地 拖起他的脚 停放在他的腿上 用剪刀一点点 剪开那双步做的五鞋 里面血肉粘连糊成一片 肿成这样 还流了那么多血 他沉沉地说 还之前就受伤了吧 为什么还要跳 我 夏琳低声 我怕您不高兴 是他指明点的他 如果惹他不高兴 他的妹妹下雨该怎么办 他手上的动作停住了 抬起头来看夏琳 眼神莫测 许久才说 小琳 你记住了 从今以后 你是我裴子恒的人 你不用勉强自己做任何事 更不用在乎其他人高不高兴 你在我的监护之下 万人之上 可以为所欲为 知道吗 我 只有一件事会惹我不高兴 他缓缓地说 我不喜欢你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 是 裴先生 我叫裴子恒 法律上是你的监护人 你可以叫我裴哥哥 是 裴哥哥 他笑了 好看到极致的温柔的微笑 小琳 你不知道你有多美 他说 终有一天 我会让你化剪成蝶 那是十八年前的出狱了 直到今日 隔了两辈子 夏琳还记得如此清晰 如裴子恒所言 他是在他的掌心中 慢慢化剪成蝶 变成了那个骄傲肆意 光芒耀眼的夏琳 全世界都倾倒于他的美丽 是他给了他新的生命 原本夏琳以为自己会永远跟在他身边 没想到后来波云诡诀 所有的爱恋化为鲜血淋漓的痛楚 他亲手造就了他 又亲手毁了他 时至今日 他心灰如死 只想远离这一切去过新的生活 我永远感激裴子恒 待我出孤儿院 养育之恩 如同再造父母 夏琳哀伤地笑着 就算他囚禁我折磨我 孩子怎么能说父母的不是呢 可是 仅止于此了 阿坤 仅止于此了 他轻轻闭了闭眼睛 别告诉他我是谁 就这样相忘于江湖吧 他已经有了利雷 属于他的最澄澈的阳光 凤坤沉默了 许久 叹息一声 你幸福就好 我 尊重你的决定 幸福吗 他不知道 如果这世上真有孟婆汤 让他在转世后 忘掉前程往事 也许他与利雷会是一对幸福的情侣 可孟婆把他忘了 让他带着白转千回的记忆 走过奈何桥 今生今世 光是克制自己不回到那个人的身边 就耗费了他全部的心力 真不知道还能不能与旁人白头盗往 他不知道自己能拥有那缕阳光多久 会不会有一天 利雷厌倦了 弃他而去 他想得出神 敲门声传来 凤坤起身去开门 门边 竟然是利雷挺拔的身影 今天的他 罕见地修饰了一番自己 不再穿休闲装朔 而是穿了一身浅驼色质料 极佳的毛泥大衣 里面配金公戏作的圆领衫与衬衫 这种色调极难穿得好看 可是穿在他身上 就如同天生为他设计 衬得他整个人风度 偏偏又贵气十足 俊朗非凡 他的眉眼如名将雕刻 明亮的微笑中 带着一丝锐利 对凤坤 我来接小玲 凤坤饶有欣慰地看他一眼 印象中利雷穿得随性 不是这么注重装扮的人啊 这算什么 是威吗 看来他对小玲是真的上心 他侧身让利雷进门 其实昨夜两人 就有一次短暂的交锋 凤坤从酒吧 把夏琳接回来 没多久利雷 就带着几个保镖上门 想要接小玲离开 还盘问了许久 他与小玲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时凤坤说 我很欣赏小玲的唱枪 所以请他喝酒 多聊了话 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一个女孩子 总不能睡在酒吧 我就把他接过来站住一晚 等明天一早 他醒了就送他回去 利雷不放心地皇的人 当场就要接夏琳走 凤坤说 夜里有风 再三保证自己 不会动小玲一根手指头 他不像楚琛那样 是裴子恒的中拳 而且在夜内人品口碑俱佳 利雷这才勉强相信了他 样样作罢 然而昨夜离开时 他的眼神 让凤坤到现在 都有点背脊发凉 凤坤把这只恋爱妻的花孔雀 让进工作间 夏琳正在抱着一杯茶 出神发呆 扭头看见 一正之后才想起问 Boss 你怎么来了 叫利雷 利大Boss不高兴 当着外人的面 他的称谓怎么能这么生疏 凤坤暗自微笑起来 双手抱胸 依着门边看好戏 也不知道是不是宿醉没醒 夏琳的反应有些迟钝 好的 Boss 凤坤别过脸去 实在止不住一脸的笑意 利大Boss更不高兴了 半蹲下来 把他手里的茶杯拿开 抓着他鲜小白皙的手 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字从牙缝里蹦出 叫利雷 夏琳盯着眼前俊美的容颜 看了半上 叹气 利雷 不就是一个称谓吗 他至于计较成这样 伸手俯过他眼底淡淡的清黑 你怎么了 昨晚没睡好 利雷心里一暖 这一点点的异样 被他注意到了 他很高兴 刚刚那一位称谓引起的小小 不快顿时烟消云散 换上一张灿烂的笑脸 没什么 昨晚睡得很好 凤坤不忍直视 装 利雷你就装吧 昨天到底是谁三更半夜的 戴保镖私闯民宅 还盘问了他半天 凤坤揉了揉自己的眼底 也有一片清黑 怎么小琳就没看到呢 那边 利雷正笑眯眯的对夏琳说 吃早餐了吗 走 我接你去吃早餐 夏琳摇摇头 顺从的跟着他站起身 对凤坤道别 啊 他本来想叫阿坤 但是当着利雷 这个称呼显得太过熟人 临时变成了 凤哥 谢谢你昨晚留宿 那我和利雷先走了 改天见 凤坤点点头 儒雅的把他们送出门 两人上了车 夏琳问 去吃什么 带你去我开的餐厅 夏琳正愣 你还开餐厅 利雷有点小得意 你男人我开的公司可多了 有餐厅 健身房 娱乐城房 地产 今天都带你去见识见识 让大家也认一认老板娘 夏琳很久之前 就听说过传闻 说天意的利老板名下 有许多产业 明的暗的 没人能弄清楚 到底有多少 不过他对这些倒是不感兴趣 他有多少产业 与他合肝 他在意的是他这个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什么产业 上辈子他身价数亿 到头来结局又如何 利雷看他脸色有些挫败 你不喜欢 没有 夏琳随口说 和你在一起 去哪里都好 于是某只恋爱中的花孔 却又满足起来 他从来没有这么在意过一个人 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都展现到他面前 也从来没有那么急切地 想要宣告所有权 想要告诉所有人 他是他的 是他一个人的 谁也别想染指 昨天下午他们的恋情公布后 今天的早报 所有的娱乐版和商业版 头版头条都是他们的事 他忽然觉得 偶尔吵一架也不错 能有这样意外的收获 光明正大的牵着他的手 出现在大庭广众 成为所有人公认的一对 车子开到本城最繁华的区域 停下来 夏琳下车抬头一看 发现这里竟然是云端天籁 云端天籁 是一家非常高端的餐厅 会原置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段 最高的一幢大厦的顶层 占据了整整一层楼 一天却只接待一波顾客 十足十的尊贵奢华 这家店的东西很好吃 环境上家 服务更是不错 口碑远播 夏琳上辈子也来过几次 却没想到 竟然是利雷的产业 利雷携着他的手走进去 门边入口处 服务人员穿着 干净雅致的制服 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 微笑着向他们 攻身行礼 大堂经理迎上来 Boss 欢迎您前来 大Boss亲自来用餐 他们深感荣幸 这是你们的老板娘 利雷望了夏琳一眼 对众人说 以后见到他 就像见到我一样 众人齐齐应望 夏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 一时有些脸红和无措 小小瞪了利雷一眼 微笑起来 他并不在乎这些人的恭敬 但他在意的是利雷对她的好 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让她置身于阳光之下 光明正大地与她在一起 老板娘好漂亮 有个年轻的女高点师 小声夸了一句 也许是和Boss的性格有关 利雷名下的所有产业 氛围都轻松 上下级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 说起话来没太多拘束 此时利雷听见女高点师的夸赞 比夸她自己还开心 笑眯眯地说 有眼光 不愧是在云端天籁做事的 这个月奖金翻倍 云端天籁的所有人 奖金都翻倍 为了庆祝 你们有了老板娘 耶 大家欢呼起来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娘 虽然是高端餐厅 面对外客的时候 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矜持 彬彬有礼而优雅的 可是在面对自家Boss的时候 他们就随意的许多 尤其是年轻的服务生们 只差没冲上来给利雷和夏琳 几个大大的拥抱 所有人脸上洋溢着笑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该备餐的备餐 该奏月的奏月 一切紧紧有条 利雷早就吩咐过他们 把这边的拿手菜都准备一遍 虽然是早餐 端上来也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 各式各样的精致糕点和小时 看得夏琳眼花缭乱 吃得完嘛 他弱弱地又吐吐地问 难怪他震惊 这是把餐厅菜单上的 所有早餐都送上来了吧 这家店他真的来过 里面有几样餐点 都是限时限量供应的 能不能吃到全凭运气 可是此时此刻 全都齐刷刷地堆在他桌上 这就是奖金翻倍的威力吗 跟着土豪混真好 他开始觉得 有那么多产业也不错 利雷笑得见牙不见眼 一个劲往他盘子里加菜 都尝尝 很不错的 夏琳望着堆的小山一样的盘子 又开始怀疑了 你真的是云端天籁的老板 是啊 怎么了 利雷不解得眨眨眼 你 你这把所有好东西 不分青红皂白堆在一起的品位 是怎么能开出 云端天籁这种品位不俗的店来的 利雷才不管他心里的吐槽 有钱就是任性 替他加了一轮又一轮的菜 夏琳敢说 这恐怕是云端天籁开到现在 吃过的最爆发户的一顿饭 可是对象是老板 还有奖金翻倍这个大杀器 所有服务人员都面不改色 甚至带着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职业化的微笑 替他们忙碌完了 这整整的一顿早餐 夏琳吃得整个人都撑了 摊在椅子上走不动 利雷脱腮看着他 累了 休息一会儿消化消化 等会带你去看我的健身会所 他趴在柔软的沙发椅上 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觉得中饭和晚饭都可以省了 带着些警惕问利雷 你名下还有其他的餐厅吗 利雷失效 有 不过今天逛不完 可以改天带你去 夏琳这才松了口气 他磨磨蹭蹭地拖着步子 随他去了健身会所 没办法 吃得是实在太撑了 他的健身会所与云端天烂一样 也是非常高端的场所 会员制 来来往往地看上去 都是有钱有身份 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不少人看见利雷都笑着打招呼 优历二少 最近春风得意啊 终于找到心上人了 从此要花海回头 收心洗手做羹汤了 在认识夏琳前 利雷的花心是出了名的 风流浪子 身边从不缺人 对他的事迹夏琳并不是没有耳闻 此时微微瞥了利雷一眼 利雷赶紧说 小琳我现在为你守身如玉 又回头瞪那个与他开玩笑的男人 康老四 还想不想要高级会员卡了 怎么说话的 惹得周围一群人都笑起来 小琳是吗 我听过你唱歌 那首 小鸭子 很可爱 玻璃指尖 才不错 走心 很有品 他们七嘴八舌的和夏琳聊天 夏琳应付惯了这种意美和恭维的场面 笑得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清澈又美好 游刃有余 在场的很多都是富家子弟 原本对利雷正正经经的和一个小明星在一起 感到不以为然 这身份也相差太悬殊了 可是和夏琳本人聊了一会 这种看法就有了改观 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娇娇小小的 却似浑身散发着光芒 一点都不切场 仿佛天生就属于他们这个富贵圈子 一流门户 无论是教养 还是品味礼仪都无可挑剔 聊了一会儿 利雷带着她在会所内随意闲逛 指着给她介绍那些健身设施 还有每季度大致的营收报表 她听不懂那些繁杂的数据 被她牵着手开始走神 来健身的人身材都不错 连也帅 其中的很多人如果出去混娱乐圈 光凭这身材长相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你在看什么 发现她的视线停留在一个 穿紧身背心的肌肉男身上 利雷的脸都黑了 夏琳很无故 帅哥呀 你看她是有人余线吧 要练出来可不容易了 得经过长时间的 我也有 利小雷同学抓狂了 夏琳沉默一下 带着些怀疑的视线在她胸腹间扫过 利小雷同学的自尊心 瞬间受到一万点伤害 小雷你不信吗 我拖给你看 她抬起手来就要脱衣服 刚刚在云端天籁的时候 她就撑不住室内空调的温度 把那一身耍帅的浅驼色毛泥大衣给脱了 此时穿着一件柔软的烟灰色圆领套衫 配高级手工衬衣 脱起来也是风情万种赏心悦目 夏琳看得脸上发烧 别过头去 奇怪 看别的帅哥的腹肌人余线她都没事 怎么单单看她一个脱衣服的抬手动作 她就忍不住心跳加速 你居然不看 见她侧过头 力雷更受伤了 我 夏琳深呼吸再深呼吸 努力把脸上的潮红退下去 快穿上 我知道你 身材好 最后三个字细如文呢 其实她虽然没仔细看过 但那天在床上她拥抱她 她多多少少还是摸过 想到这里 夏小琳同学忍不住又脸红 嗯 她的肌肉匀称结实 如一头优雅又充满力量的猛兽 要说完美程度 恐怕比刚刚那个有人于现的男人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行 不能再想了 脸红的夏小琳同学 强迫自己打住 默默地跑开了 来到不远处的露台上 被清新的风一吹 才稍微冷静了些 露台下方是个游泳池 许多年轻男女在池中游泳 其中不乏身材出重的 可夏琳比来比去 嗯 还真都不如力雷 可是 她怎么会觉得力雷的身材那么完美 明明 她虽然摸过 但并没有看得太仔细 她正正地出了一会神 力雷追出来 你又背着我看别的男人 她有些不高兴地搬过她的身子 不让她去看泳池的方向 她已经开始后悔了 怎么好死不死 带她来健身会所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到处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 不行 以后约会要把这类场所 统统列为禁地 夏琳被迫转身面对她 此时的她已经把圆领照衫脱了 只穿一件白衬衫 可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件衣服 却被她穿得那么好看 领口扣子解开两颗 隐隐露出里面结实的胸膛来 夏琳强迫自己视线上移 面对她的脸 我 我看她又怎么了 她嘴硬了一句 看见隐雷瞬间变黑的脸色 怕她又抓狂开始脱衣服 赶紧说 那 那我们走吧 也 也没什么好看的 真的 隐雷怀疑地盯着她 啊 你说那些男人的身材 没什么好看的 是啊 都不如你 夏小玲同学这样想着 脸上又开始发烫了 隐雷满意地点点头 嗯 这才怪 她也不愿意在这里逗留太久 万一她的小玲 看上了别的男人 她岂不是哭斗来不及 她从善如流地拉着她出去 继续视察别的产业 这一天 隐雷名下的几家主要产业 都被她带着她逛了一圈 所有员工和往来的顾客都知道了 她是她的女友 这些产业的老板娘 名正言顺 无可动摇 各式各样的眼神投在她身上 有羡慕的 有嫉妒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 她和隐雷已经宣告了属于彼此的主权 从此他们是一体的 不容外人插足 最后逛完一家房地产公司 夏琳忽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 怎么 厉雷问 我 夏琳愁愁一下 还是小声说 我手上有一套别墅打算处理掉 那是几个月前 裴子恒为毒雅她的是道歉 派楚琛送来的礼物 原本她把房产证丢在一旁 早就忘记了 可是如今巡视了厉雷的房地产公司 忽然想起这个事来 厉雷早就知道裴子恒送过她别墅 当初两人还为这事吵过一架 后来小琳不喜欢她碰这些敏感的话题 她也就尽量小心翼翼不再触及 如今听她提出要把裴子恒的别墅处理掉 厉雷整个人都愉悦了 好 尽快处理掉 我可以帮你 她名下有房地产公司 随便找个人对交易流程都熟得很 夏琳却说 我自己来吧 她不想什么事情都依靠她 太过依赖的后果很可怕 上辈子是前车之剑 这辈子就算喜欢上什么人 她也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 厉雷不太开心 却没有坚持 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地步 她必须小心地照顾她的感受 生怕一不留神就失去她 之前吵架的事 已经给她敲响了警钟 如果惹她不高兴 她随时都有可能抽身而退 这对厉雷来说 是比什么都可怕的事 于是她说 那好吧 你自己去处理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我随时可以提供帮助 夏琳点点头 一阵安心 她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件事 然而 她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 处理起这种日常事物 来心里没底 就算她想要自己尝试 不让她插手 但 她能给她鼓励 做她坚实有力的后盾 她就已经心未万分 她开始着手处理别墅的事 打算把她卖了套现 所有房款捐献给慈善机构 裴子恒的财物是毒药 拿着烧手 只有这样 她才能与她撇清关系 她让助理薇薇帮她去查 定价联系拍卖行 办各种手续 薇薇是个很勤奋聪明 又肯吃苦的女孩子 虽然是第一次办这种事 但处理的也算漂亮 过了一些时日 就打电话告诉夏琳 别墅已经被人拍走了 买家据说是一位 从海外回国度假的华裔商人 听闻这笔款项是用于慈善 对夏琳感到非常敬佩 脱拍卖行来问可否约见一面 因为她也对慈善业很有兴趣 平时有所涉及 想与她共同探讨一番 夏琳虽然想把房款捐献出去 但是对于慈善事业并不懂 生怕这笔款项被什么机构贪污了去 她在监管方面毫无经验 心想 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也好 就答应了邀约 司机老陈送她去 同行的还有助理薇薇与四名保镖 到了地方 环境十分优雅别致 谈目陈设 云石堆叠的大屏风 石子里游依着一尾一米多长的井里 适者引夏琳去包间 却把薇薇与保镖拦在外头 对不起 叶小姐 里面的那位先生只邀请了您一人 夏琳有些意外 没想到对方这样大的架子 转念一想却又理解 能在拍卖会上 拍下如此昂贵的别墅的 怎么可能是小人物 然而他有他的坚持 我的身边不能离人 他说 麻烦你转告里面的先生一声 我需要带一名助理 与两名保镖进去 如果他觉得为难的话 那我们改天再约 自从他上次被裴子恒劫持后 身边就一直有保镖跟着 明里暗里 总之不会离人 这是利雷千叮名万嘱咐的事 他虽然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 但既然答应了就会做到 适者有些为难 叶小姐 里面的先生 是我们的博金会员 他约人一直是这规矩 夏琳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一个 客客气气的声音 请留步 他停住脚步转头望过去 只见包间里 出来一名中年男人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一身烤酒 西装干净整齐 他的声音不卑不亢 叶小姐 我家少爷请您进去 夏琳向他确认 包括保镖 是的 他看了刚才那逝者一眼 是谁说规矩规矩的 总有人是值得魄理的 中年男人朝他礼貌微笑 夏琳留了两名保镖在外面 带着另两名保镖 与薇薇 随中年男人走进包间 一进门他就后悔了 那包间的门 看着小巧精致 没想到里面的空间却极大 最主要的是错落地 站着十几名随行人员 一眼扫过去 起码一大半都是体格强悍 能打斗的 他第一个反应是退出去 但门已经在身后 翘无声息关上 两名保镖顺时进入 高度戒备状态 薇薇有些害怕的 朝他身边靠了靠 小姑娘 中央有一张雕工繁复的贵妃踏 踏上铺着一整张虎皮褥子 褥子上懒洋洋的 倚着一个男人 说不上有多俊美 一双凤眼却勾魂射破 似笑非笑 他觉得他有些面熟 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他的脚边 全覆着一名波斯猫般柔媚的美女 此时正轻轻给他捏着腿 他漫不经心地 妈撒着美女的亚麻色 大波浪长发 对夏琳说 坐 夏琳并不坐 这场景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以为是一场寻常而平等的约谈 可如今看来 对方非但居高临下 不把他当回事 更可怕的是 这样大的阵仗说不定就别有所图 这位先生 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夏琳紧接地问 你可以叫我封少爷 他嗓音低柔 少爷 果然 他并没有把他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于夏琳而言 这是一场约见 于他而言 也许只是一场召见 夏琳有些后悔 来之前只知道是归国度假的海外华商 怎么就没有问得更清楚一点 多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人 坐 他再次说 见他依然不动 他笑了一下 赏个脸 话音方落 就有两名穿着黑西装的男人 向夏琳走来 身材高大威猛 充满压迫感 夏琳戴的两名保镖上前一步 将他护在身后 说时迟那时快 只听周围传来刷的一声轻响 竟是封少爷的那些手下齐齐掏枪 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 顺势对准了他们 夏琳的两名保镖反应也不慢 几乎是同一时间拔枪 枪口对准的却不是那些人 而是他们的主子 封少爷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微微挣了两秒 这才来得及尖叫一声 死死拉住夏琳的袖子 夏琳能感觉到 微微瑟瑟发抖的身体 毕竟只是一名年轻女孩 面对眼前的情景 怎能不害怕 就连夏琳自己都吓得要死 用枪指住他们的那些人 眼神阴结 还带有一种冷漠的木人 手急吻 瞄准的都是他们的要害 纹丝不动 利雷在无聊的时候 曾对夏琳点评过 虚张声势的业余顽枪者 与真正杀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 眼前的这群男人 都是真正敢杀人的人 夏琳暗自身呼吸 告诫自己冷静放松 那封少爷 依然协议在贵妃榻上 对指向他的两把枪毫不在意 还有心思从容点评 很专业的保镖 能在第一时间 做出最有效的应对 这份敏锐和判断力 实在让人激赏 他伸手举起一只青花瓷的小酒骨 敬你们一杯 夏琳身前的两名保镖 不说话也不动 石枪的手一吻如岩石